我叫兜兜,是杰瑞的同桌 杰瑞连他最喜欢的香蕉都不穿了 非要跟我穿情侣装 还是要搭帐篷露营 这,谁愿意跟他露营啊 兜兜,快来 我已经找到冰雕了 我们一起找冰就能得到帐篷了 嗯,好的,杰瑞哥哥 我来了 兜兜,我们开始吧 嗯 OK,帐篷到手 我们现在去找个地方露营吧 走 就是这里了,兜兜 我们俩一人在路边搭一个帐篷 嗯,杰瑞哥哥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啊 哪有人在路边露营的 嘿嘿,当然不是 这两个帐篷只是为了钓鱼 跟我来,我们去旁边的房顶 好 噢噢,你是不是刚才又捡了一个帐篷 嗯,放在这 好 然后我们跳上来 就可以在这个房顶上蹲人了 有几十种机场出来的人 哇,真的耶 他们看到这两个帐篷 肯定会停下脚步的 是的,接下来就等人过来吧 诶,杰瑞哥哥 安全区都刷新了 怎么还没人来呀 呃,可能是这把的位置不好吧 诶,有枪声 啊 在那儿 是个电脑人 后面还有一个 诶,也是个电脑人 什么啊,杰瑞哥哥 费这么大劲端了半天 就两个电脑人 我都快被堵死了 呃,这都安全区 我们再等等吧 算了算了 我还是填了他们的包去安全区吧 诶,杰瑞,等等我 我叫兜杰,是杰瑞的同桌 又是一无所获的一天 死杰瑞 看我明天上课怎么收拾你 我叫兜杰,是杰瑞的同桌 嗯 昨天看了一个视频 睡在尸城的楼顶上跑酷 特别流畅 今天刚好带着杰瑞来试试 杰瑞哥哥就是这儿 等一下我们要从房子的窗岩 绕一大圈 最后还能跳到这个位置 这可比上次击岗的难多了 没问题,你在前面带路 你坐一遍,我立马就会 嗯 好,首先利用攀爬上的这个房顶 OK,简单 然后沿着这个房子的边缘 跳到那边的窗岩上 这个位置是最难的 杰瑞哥哥你要小心 诶,人呢 诶,我已经掉下去了 刚才是我手滑 这次一定能成功 诶,算了 我还是跟你一起吧 再不成功我们就要被堵死了 哼,一定是我这个香蕉套装 穿在身上太胖了 所以不好跳 什么呀,我可不管你了 没时间了 我得赶紧成功 哈哈,豆豆,我终于跳过来了 等我 嗯,然后我们再沿着这边的窗岩 走到头 一跳就能上到楼梯 再跳到对面房子的空调上 这就算成功了 哎呀,简儒哥哥,我死了 你快跳过来救我 好好好,放心 这次一定能成功 呃,又失败了,豆豆 你快从房顶上趴下来 我拉你 嗯 哎呀,我也快死了 先喝杯饮料 我叫豆豆是杰瑞的同桌 杰瑞还说一点难度都没有呢 什么嘛 那么简单跳了半天 又把我给害死了 哼 我叫豆豆是杰瑞的同桌 嗯 杰瑞说今天还要跑酷 而且还要利用跑酷钓鱼 什么嘛 自己不摔死就卸人卸地了 哦 杰瑞哥哥 你在干嘛呢 嗯 不是要跑酷吗 怎么摆起急救包了 别急别急 都快跑完酷 这些急救包能用来钓鱼的 豆豆 你今天可要跟紧我了 千万别眨眼 呃,放心吧 你在前面跑快一点 别影响我就行 哼,看我呢 首先一个大跳 然后用攀爬上到这里 然后沿着这个围墙 一路飞沿走壁 就能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地了 也就是这个仙人掌 什么啊 这么简单 这也能算跑酷 哦 我明白了 下面的急救包可以用来钓鱼 我们俩就趴在仙人掌上 肯定没人能发现 嘿嘿 是的呀 豆豆 真聪明 接下来就等人来吧 诶,来了个人 这不会又是电脑人吧 不会不会 你看这个人犹犹豫豫的 肯定不是 好 杀神博士 哈哈哈 可以问问题了 喂喂 能听到吗 开麦讲话 嗯 金睿哥哥 他好像说不了话 好 我来问你个问题 狮子和熊比赛拉爸爸 谁的爸爸更臭 我把一个急救包和一个饮料 急救包代表狮子 饮料代表熊 你来选吧 杰瑞哥哥 他选熊了 对吗 错 当然是狮子了 因为狮子剩余熊便 哈 杰瑞哥哥 你这谐音感真的不太好笑 嘿嘿 没事 目的达到就行了 我叫兜兜 是杰瑞的同桌 刚过去两天 杰瑞又开始问问题了 他可能忘了前几天 是怎么被路人耍了 我叫兜兜 是杰瑞的同桌 嗯 今天杰瑞说要和路人玩 剪刀石头布 嗯 真的假的 游戏里又不能伸手 难道要用嘴和别人玩啊 哦 兜兜 我问你 你恐高吗 不恐高啊 你看我总是玩跑酷 当然不恐高了 恐高的是你才对吧 嗯 好 既然如此 跟我来 看到这个信号塔了吗 你敢上去吗 这个 这个上不去吧 可以的 我看汤姆以前上去过 很简单的 跟紧我 嗯 哇 不容易啊 真的上来了 嘿嘿 接下来就等人吧 哎 杰瑞哥哥 我们是不是忘摆急救包了 哎 没事没事 刚才有听到那边的仓库 有枪声 等会肯定会出来跑毒的 哎 过来了 果然是要跑毒的 杰瑞哥哥 你不是要玩剪刀石头布吗 怎么玩 嘿嘿 看我的 杀神模式 搞定 喂喂 听得到吗 说话 哪哪哪 大哥 东石头给你 别别别 别给我 我问你 你身上有急救包和饮料吗 有啊 止痛药呢 也有啊 好 我们现在来玩剪刀石头布 急救包代表剪刀 饮料代表石头 止痛药代表布 我数三二一 我们同时往外丢 如果你赢了 我就放了你 而且我们俩自雷 如果你输了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嗯 这个好玩 好 开始吧 OK 三 二 一 哈哈哈 我是剪刀 你是布 你输了 快自雷 啊 这 我 谁说的 我可没答应自雷 你 我叫兜兜 是杰瑞的同桌 又差点跟杰瑞一起死掉 哼 自己跟人打赌 还把我带上 明天我可不跟他玩了 我叫兜兜 是杰瑞的同桌 嗯 杰瑞说王老师要回归了 最近要收敛一点 不过今天的剪刀石头布 还是要玩的 杰瑞哥哥 今天怎么玩沙漠地图啊 而且还跳这么偏僻的位置 哎 我这不是为了避开王老师吗 最近他刚得了模仿教师 工作上压力小了 就又开始玩游戏了 啊 那我们是得躲远一点 要是被他发现了 我们就完蛋了 是啊 所以今天才来到这儿 豆豆 我们等一下就上到这个房顶 然后用这辆车钓鱼 好 怎么上呢 跟以前一样 好酷 跟紧我 OK 接下来就等人来吧 今天继续跟路人捡刀石头布 诶 豆豆你快看 来人了 嗯 出手吧 好 杀神模式 搞定 喂喂 说话 喂 说话 呃 好像又是个说不了话的 那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就丢把枪下来 诶 他能听到 可能是不方便说 好 能听到就行 我们来玩剪刀石头布 急救包代表剪刀 饮料代表石头 止痛药代表布 我数三二一 我们同时往外丢 如果你赢了 我就放了你 而且我们俩自雷 如果你输了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好 开始了 三二一 诶 它是没反应过来吗 怎么不扔 好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三 二 一 诶 你妹的 敢耍我 死吧你 杰瑞哥哥 不是他耍你 他身上根本没有 急救包和饮料了 诶 我叫兜兜 是杰瑞的同桌 今天又失败了 怎么有一种 不祥的预感 这两天可千万别 碰到王老师啊 我叫兜兜 是杰瑞的同桌 杰瑞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昨天不也没遇到王老师啊 慌慌张张的 杰瑞哥哥 你今天怎么慌慌张张的 哎呀兜兜 你不知道 汤姆昨天说要带王老师抓我们 啊 那我们就还去偏僻的地方呗 不行啊 我们去的那些地方 汤姆都知道 嗯 诶 有了 我们可以去汤姆带王老师去过的地方 他肯定想不到 汤姆带王老师 诶 我想起来了 汤姆带王老师去过枫叶林野餐 对对对 我们俩去那 汤姆肯定想不到 是的呀 而且我还听说那里可以荡秋千 特别好玩 嗯 走吧 就是这儿了 豆豆 看起来并没有人发现我们 我们俩一起坐下玩手机吧 嗯 嘿嘿 好玩吧 豆豆 还有更好玩的呢 你坐着别动啊 好 我来了 车神模式 啊 杰瑞哥哥 我怎么坐车上了 嘿嘿 走吧 我开车带你去荡秋千 嘿 不行 开车会有声音的 我们停车走过去好了 这样更安全 好 嘿嘿 一起荡秋千喽 豆豆你开心吗 杰瑞哥哥 我们这个样子要是被发现 说都说不清了 没事没事 这个位置他们肯定想不到的 放心吧 啊 手雷 嗯 surprise mother fucker 哈哈 怎么样王老师 我说了这肯定是他们吗 好你个杰瑞 还有豆豆 小学生竟敢谈恋爱 还来这种地方优惠 明天把家长叫来 哎呀 王老师 不关我的事啊 是杰瑞非要拉我来的 我 我 我叫豆豆 是杰瑞的同桌 嗯 昨天跟杰瑞去枫叶林荡秋千 被王老师抓了个正着 还好王老师没给家长打电话 不然我就完蛋了 哼 都怪他们 非带王老师来抓我们 豆豆今天怎么想起来跟我玩了 杰瑞呢 哼 还不是因为你 今天看我怎么整理 哦 杰瑞今天被王老师找去谈话了 没人跟我玩了 啊 没事没事 我带你玩啊 你想去哪玩 说吧 我想上树 汤姆哥哥 我们去学区房上树吧 好 啊 怎么又是这棵树啊 之前我都上过好几次了 而且只能上去一个人啊 不是这棵 跟我来 在这儿 这棵树可以上两个人呢 我教你 哦 嗯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蹲人是吧 下面摆了那么多几次油包 肯定有人来舔 是的 等会儿来人 我扔闪光弹 然后汤姆哥哥你下去打死他 嗯 这样 我们俩也别扔闪光弹了 有人过来 我们直接开枪就好了 嗯 好吧 嗯 不愧是侦探 这么精神 幸好我还留了一招 哎 来人了 看我真正的杀神模式 搞定 下去舔包咯 哎呀 汤姆哥哥 附近还有敌人 我扔个烟雾弹我们再舔 嗯 哪里 啊 手雷 哎呀 我错了 对不起啊汤姆哥哥 呃 没事没事 我叫兜兜 是杰瑞的同桌 嘿嘿 终于看了汤姆一把 他应该没发现我是故意的吧 哼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跟王老师打小报告 嗯哼哼